哈囉大家好我是林軒 今天呢我來到了池上 那大家對池上的印象呢 應該都是池上便當啊 或是精神無數過老大道之類的 但其實池上呢它本身就是一個很暖和很舒服的地方 很值得大家深度至於有多待上幾天 所以今天呢我會介紹 池上火車站附近的很多的小便 有些是走路啊騎到他車就可以到的地方 然後呢我會親自帶大家在這個 非常慢火舒適的池上來逛逛 然後今天的影片呢都是用Sony ZV-1拍的 好那我們就走吧 Let's go 這次用的Sony ZV-1拿起來相當輕巧 也可以直接放進口袋裡面 因為以前呢我另外家的麥克風兔毛都超級大很高調 外出拍攝呢會有一點點尷尬 而這次用的那一件麥克風加防風毛罩呢 可以直接蓋住收影孔 而且也可以降低戶外拍攝的風切噪音 另外它的側翻翻轉螢幕可以自拍 也可以搭配它專屬的藍牙握把 拍照錄影遠鏡都可以直接按握把上的按鈕調整 這次我們來住池上的住宿呢就是這間 火車站呢走到這邊呢大家只要三五分鐘就直走右轉就到了 非常的近 然後它這裡呢我是可以租腳踏車的 因為我覺得池上這邊就是很適合騎腳踏車然後漫步在田野間的感覺就是很愜意這樣 我們先住這間 哇它是四人房 今天我是睡這邊 然後它的上鋪好高喔 蠻高的耶 睡它其實 空間很大就不會撞到頭的那種上鋪 然後它有附一個小抱枕跟就是枕頭一樣 對 然後它有一個台枕 然後有個插座這邊 它的下面呢有放行李的地方 而且蠻深的 是可以裝得下那種就是 小行李箱跟我的大後背包那種空間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浴室 這個是洗手台的部分 然後這邊它就是有放很多的杯子 然後還有吹風機 然後它的鏡子很復古可愛 給大家看 從鏡子裡面看一下我的相機好了 這邊是有裝 這是Sony他們的拉壓手把 就配這台相機的 然後呢它的收音麥克風是這個 毛毛的 我覺得這個毛毛的很棒 因為有些兔毛麥克風很大Can 但我覺得是剛好裝在上面 然後就有擋風的效果 然後又可以收音我覺得蠻好的 就很小台 我臉的一半而已 好 然後帶大家看一下 這是它的浴室 一間簡單的浴室 然後是女生專用的 然後還有 這邊再走進去 也有公用的廁所 包包是鹿角欸 好可愛喔 這間 也是一間浴室欸 它整個書局裡面的感覺就是很像是我們小時候會去逛的那種文具店 它一走進去呢你會感受到它已經不是我們現在會逛的大部分那種書局的樣子 現在其實這種書店啊 在這種網路發達的時代 其實真的很難生存下去 所以其實我們在裡面逛的時候 除了那些文具啊筆啊之類的 它有兩排書櫃都是一些作家他們捐贈的書 像蔡康永啊 陳文茜 侯文勇之類的 他們都有幫助這間書店 這邊蠻多書都還不錯 又有賣一些跟史上有關的書籍 然後大家來這邊呢也不要就是坐下來就看很久的書 還是鼓勵大家就是可以多來這邊買書 然後支持這種比較在地傳統的店家 這間店呢真的是隨便拍隨便美 然後我就在這邊拍個底張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這邊拍起來照片的照片 其實史上這個地方呢我從前年去爬家明湖的時候 然後有在史上這邊住了一晚 然後還有我去年火車環島的時候 也有經過史上這邊 那時候我有拍一支影片 可是沒有被剪出來 因為那時候是淡季就是四月的時候 所以史上這邊有很多店家都沒有開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史上這邊整體的氛圍都非常舒服 而且史上真的不是只有波浪大道 跟精神武術跟史上便當而已 因為其實在史上火車站周圍 有非常非常多很特色的小店 其實都還蠻值得逛逛的 而且很多地方呢是你騎腳踏車甚至是走路就可以到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呢如果你來史上只來個半天 然後來個波浪大道拍個照就走了 其實還挺可惜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超級適合 我就是在住上個兩三天 超好喝 它可以喝得到它那個就是剛被磨完的那種顆粒感 然後它的芝麻也不會特別甜 就是多了一個芝麻的香氣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有點的牛混水 它是那個麻雞淋上糖水 然後是他們這邊最熱賣的東西 你們看 好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始吃囉 它本身就是它那個醬水的甜麵 可是不會到非常甜 然後我現在是使用那個Sony它的藍牙握把 它除了當握把呢 同時也可以當那個三角架 但我平常沒有順利器幫我講這個時候 就是呢可以用三角架直接加在桌上 直接這樣子拍攝 然後它其實也小小的 就是沒有當那種很浮誇的三角架 就不會講完台車就很尷尬這樣 剛剛那個老闆娘他超可愛 他就跟我們講很多他自己來這邊生活的故事 心路歷程之類的 然後樂米茶它都是用真的是 友善環境的在地食材做的 然後他也是自己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吃那種 百分之百純米 然後很健康的食物 給你們看裡面的內餡 我測試食尚口味 然後它裡面的內餡是紫米加麻糬 然後麻糬還會真的有牽絲喔 就我覺得它吃起來就是 真的一開始吃出來說它真的沒有特別添加什麼 很化學味道的東西 然後它外面的皮是屬於那種比較濕潤的口感 然後它的內餡又很 我覺得蠻紮實的就是很整材實料的感覺 而且它吃起來不會很甜欸 就是不會有那種就是 你吃到最後會覺得很膩 我在池上其實看到蠻多這樣子的店家 就是還蠻多是從外地來開店的 可是他們都會因為有一個他們自己的故事 然後或者是他們真的很喜歡池上的生活 然後選擇在這邊留下來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池上這邊 給我的感覺就是會特別的不一樣 就覺得這邊每個人都分離很清淨的感覺 現在在這間solo室上呢 它是群設計師的工作時間看那一天 然後它店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很多書籍的來設 那我覺得它就不是只是一個單純咖啡廳而已 就像我在網路上查 有關於池上旅遊的一些資訊的時候 有看到他們的網站 然後他們網站都會介紹很多池上的店 可是他們介紹的方式 並不是像是那種旅遊攻略的感覺 而是就是真的去深度的去訪問 去認識那間店的老闆的被子 就是為什麼還會來這邊開店 然後它的故事是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還蠻推薦大家 就是要來池上旅遊之前 可以去走池上的網站 看這些文章 對,然後整間店的氛圍也很舒服 然後店裡面的書 可以看也幫我換上 波浪大道這一整片實在是太美了 就是它後面還接著山景 然後今天天氣又算還不錯 我覺得其實不一定真的要去到那一條 有精神無處那一條 因為現在真的太多人了 那其實它其他條路 都還蠻安靜也很漂亮 然後我們現在呢 要在這邊拍照 我們選在一個沒有人的這一條路 就大家不要踩到稻田裡面 然後漂亮吧 綠油油一片 然後我現在呢 也想要把我相機裡面的照片 然後直接傳到我手機裡面 PO現實動態 然後它SONY有個APP 叫做Imaging Edge 然後打開來 然後呢 我就直接按進入執行 Wi-Fi代名 它就可以掃QR Code了 然後我的手機 就有一個地方 可以掃QR Code 直接連結 它就直接傳到我手機裡面了 是不是很快啊 登登 它就傳到我手機裡面了 好 以上呢 就是我這次來的池上小旅行 其實我真的覺得池上這邊 真的是超級舒服 超級慢活的 就你不用開車 或者是騎機車 你光是租腳踏車 走路 三三步 其實就 我覺得很適合池上這邊的步調 那我覺得我這次拍攝的池上 其實只是池上的一小部分而已 其實很多的店家太多了 我太多想要介紹 但是我覺得 就是放在影片裡面會真的太長 所以我自己很推薦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親身來池上提會 看看這邊的步調 因為台東真的太大了 就是要說山線的話 從路野觀山到池上 這裡路上其實真的太多地方 可以讓你去好好的深度旅行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下次大家來到池上 真的是很值得 可以多停留幾天 就不要只是來半天 不要只是去跟京城武術拍照就好了 就是真的可以在這個地方 好好的感受一下他們的生活 然後其實呢 我不太推薦大家 暑假剛開始的時候 就來池上 因為七月是稻米收割季節 所以那時候你來到博朗大道 你就會看到一整片都是光圖圖的 你看不到任何就是這種 稻田景色 那我現在拍攝的時間 是大概八月底的時候 那其實到後面九月十月之後呢 稻米開始長大 然後要收割之前 他會一整片都是金黃色 那時候的博朗大道才會是最漂亮的喔 所以大家 就是真的要來的話 真的要看對時間 看對季節 那我在使用Sony ZV-1的相機呢 我覺得他就是 非常適合日常紀錄 因為他很小 他可以直接塞進口袋裡面 然後我覺得他的對焦功能真的很厲害 就是我在拍食物的時候 他不用用網美手對焦 他就直接把食物往前 然後再縮回來 他就會快速地對焦到食物 再快速對焦回我原本的臉上 這樣子 但因為這台相機機型比較小的關係 他會比較耗電 所以還蠻建議大家 如果要使用Sony ZV-1的話呢 可以多帶幾顆電池 或者是帶行動電源 他是可以直接用行動電源充電的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食尚小旅行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按個喜歡喔 然後也歡迎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給大家想要來食尚玩的朋友喔 然後想要追蹤我更多旅遊日常的話 可以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然後想要追蹤更多深度旅遊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加小鈴鐺 好啦,我是林軒,下次見 掰掰 我上次跟這次來到池上都有一個大感想 就是真的是 你來池上的遇到店家開店 真的是一個緣分 就是 因為很多店的工修時間 Google Map上沒有寫 然後再來就是我找的一件事就是 這次來啦 就是有體悟到一件事就是 禮拜二真的是一堆池上的店工修的日